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迅龙高手3 How to Chain Your Dragon The Hidden World 这是迅龙高手系列的第三集 刺激精彩给了我一个圆满的大结局 和前两集一样都是由Dian Debrau 编剧指导 和前两集一样强悍的配音阵容 包含了Cate Branch、Gerald Butter 并与火之歌的Kid Harrington 还有帮主角配音的Jay Bruchy 迅龙高手这个由梦工厂所推出的动画系列 很清楚地定位在成长当中的青少年身上 不仅有电影也有评价不错的电视影集 看完第三集之后 好像真的把这个成长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局 我们看到主角从一个稚嫩的小男孩 逐渐茁壮成为一个强健的大人 除了上一集的《迅龙高手》 故事比较平淡之外 这个系列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动画电影 还超过《玩具总动员》系列 可能我从小就很喜欢看《北海小英雄》的故事吧 这一集完全洗刷我对上一集的五感 人物设定清楚、简单、可爱、台词又俐落 完全没有一句废话的空间 无论是在针锋吃醋 或者是双胞胎一直在吵架 或者是把龙宝宝永远都带在身边 配角的喜剧功能相当的到位 因此让整个电影的气氛大多是轻松欢乐的 这个主角小哥哥 跟前两集一样的中二 然后负责反省 然后拯救世界 女主角则一样的负责打醒这个男孩 慢慢的把主角导向成一个理想中的男人 前两集都比较着重在主角和黑煞、梅牙之间的感情部分 或者是和父亲之间的争执、冲突 这一集取而代之的是用一个强大的反派来推动剧情 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清楚的知道 主角和反派之间的冲突在哪里 每次他们对决的桥段都很精彩 也没有太老套的公式剧情 节奏也相当的明快 在主线剧情上面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会让人觉得比较冗长的部分 应该就是梅牙的求爱脱鲁记 不过这也是这一集当中 比较少数让梅牙卖萌表现的时刻 我想可能小朋友会很喜欢那一段吧 但是对我来说就有一点点拖太久了 当然这条爱情线是这部电影的一个重点 让主角跟梅牙之间出现了第三者 也让主角去思考到 没有谁是可以永远依靠的对象 父亲、母亲、长辈、爱人、伙伴 我们可以依靠他们 但是不能永远的依赖着别人 自己要为自己挺身而出 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这才是成为一个大人 成为一个领袖 成为一个真正值得托付的对象 主角在这三部电影当中 一步一步的成长 从遇到受伤的梅牙 到两个人一起学会飞行 拥有面对挑战的勇气 最后终于到他们两个人 都能够独自的飞行 薛容高手系列的主题是成长 这一集告诉我们每个正在成长 快要成长 还没成长的小大人 成长的最后阶段 就是学会放手 成长必然伴随着失去 我除了很喜欢这一集的剧本 觉得它完整又精练之外 我还很喜欢这一集 它的动画表现 除了造型上面的改变之外 每次主角飞过海水 瀑布之类的画面 我都觉得那根本就是真实的水流 作画上面真的很真实 很厉害 还有每一次群龙飞舞的画面 然后电影的中段会去到一个秘境当中 那里的画面有像可可夜总会一样的华丽感 更精彩的是 在这部动画片当中 有许多模仿摄影机移动的镜头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动画片看太少了 在薛容高手3当中 有好几次的假镜头移动 都是让我很惊喜的 有精彩的打斗动画 简单真挚的剧情 还有感人会流泪的情感部分 我自己是很满意这一集 可能惊喜度没有第一集来得那么的高 但也是相当不错的一部动画电影了 很棒的一场冒险之旅 当然更是一场成长之旅 这部电影适合合家观赏 有可爱的飞龙 搞笑的剧情 还有精彩刺激的过程 特别推荐给想要搞清楚 梅牙是怎么脱路的你 薛容高手3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